公車撞機車 驚悚畫面曝光 彰化客運準備經過路口 突然往左衝 因為司機要閃機車閃不掉 女騎士連人帶車被壓在車底 安全帽還滾過車道掉在路間 你有聽到封一燈是不是 大概是什麼樣的 封紅燈 要不然就是搶快 另一個角度看 當時公車行駛在內側車道 機車騎在外側車道 就在路口處 機車突然變換車道往內側衝 結果兩車一撞 女騎士被捲入車底 我行駛的時候是綠燈 這次可能把車子放在這裡 車子突然進去搬過來 我也... 控制不掉 對啊 當時公車上有施工名乘客 公車嚇得心聲尖叫 27歲女騎士被救出時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緊急送醫仍然回天乏術 爸爸和阿嬤趕來哭到快昏倒 警方從監視器畫面研判 疑似是機車變換車道不慎 才發生車禍 但公車是否車速過快 以及肇事責任都得進一步釐清 記者 陳盛偉 楊敬鸞質疑 彰化報導 記者 藍衛